请看第二觉知 我们把文念一遍 第二觉知 多欲为苦 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 经文八段 在第一段 我们看到是诸 第二段 看到是觉知 觉悟跟觉知 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手向面向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所以 所以知 知彼物 意思要深 六道众生 无量接来 由于不能够觉悟 当然更没有觉知了 所以在六道里头 生死轮回 这一桩事情 明白人 祝福菩萨 甚至于阿罗汉 看到这个现象 都感到这是非常悲痛的一桩事情 所以佛菩萨出现这世界 其目的帮助我们 脱离生死轮回的大苦 证得正常的大路 六道里面的众生 果然觉悟 我就应当要想到 要好好的利用这一身 这一身的时间虽然不长 如果真正走旧的道路 时间是足够用了 不但是脱离六道轮回 就是脱离舍法界 时间也是足够用的 那么众生出不了轮回 没有办法了 行菩萨道 实实在在说 那个根 这个病根 就是在自私自利 就是这一段所讲的 多于 害得我们 起祸 早夜 受报 那么我们平常在讲习当中 常常劝勉同修 真正想在这一身当中成就 你就不能不舍弃 自私自利的念头 舍弃 舍弃 民文立养 舍弃 无欲留存地享受 舍弃 贪 贪嗔致慢 在第一段里面 佛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过途 我们身心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幻化无常的 如果真的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我们就能够放下 对世出世间 一些人事无控制的念头 不再有这个念头 不再有占有的念头 念头上且没有 哪有这种行为呢 那个念头啊 就是前面讲的 罪 这个这个 悟源 念头是悟源 行为也是罪述 这样一来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就能够把业障 消除得干干净净 那么一定得佛力加持 我们求生净土的愿望 肯定能够成就